各位歡迎收看杏林在線 有些人乘長途車或坐船時會雲浪 有時會食定指雲指藕丸 我們請來香港大學醫學院 藥理及藥劑部港師陳詠林為我們講解 服用這些藥物時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 Phoebe 你好 Phoebe 常見的指雲指藕丸有哪幾種 它們發揮藥力的原理是有什麼分別的 其實指雲指藕丸是各異的藥理 一般來說分為兩大類 一是我們綜合什麼指雲指藕都可以用得到 例如現在鏡頭拍著這些藥物 它們全部都是任何形式的指藕 它們的情況都可以使用 例如如果服用不到藥丸的可以用藥水 這就是剛才藥水的藥丸版 都是一般的情況都可以使用的 另外鏡頭還會有這兩隻 其實它們在藥理方面都不是太大的分別 都是視乎醫生的喜好 以及病人對藥物的反應 都可以處方隨便一隻 都可以達到指雲指藕的效果 另外除了剛才鏡頭拍到這些之外 其實坊間亦都有一些抗組織安的藥物 抗組織安的藥物就不是人們 好像收鼻水那些或者紫敏感那些抗組織安 有一些比較舊式傳統式的抗組織安 它們其實都可以達到指雲指藕的效果 但因為它們的副作用較多 所以亦都使用比較少 另外剛才你提到一些例如搭車 雲旋浪這些 其實坊間外面都有一些紫雲指藕的藥物 都可以買得到是專門用來搭長途車用的 但其實是否一旦有雲或者有藕的情況 這些藥物都適合用的呢 其實剛才鏡頭拍到 所有一般的指雲指藕都可以使用這些藥物 但有一些特殊情況 例如某些病人可能經歷了化療之後 他們有指雲指藕的情況是更加厲害 例如現在鏡頭拍著這些我們比較特殊的藥物 特別是被試行化療之後的病人 他們的分割和嘔吐的情況是比一般更加劇烈的 例如鏡頭拍著一盒裏面有三粒藥物 例如這個就是一個長期 例如現在一盒是十粒 但病人一般在進行化療之後 當日甚至之前那天已經需要用定指雲指藕的藥物 都很視乎病人是進行哪一項的化療 因為化療其實它都分很多不同的程度 程度的意思是某一幾種化療 它會特別令到病人有分割和嘔吐的情況 亦都有一些某類型的化療 它們其實就不會出現這個情況太多 我們已經對這個資料掌握得挺好的 所以如果病人進行某一類化療 我們已經可以預早為病人處方這一類型的進階藥物 等它們在未接受化療之前已經可以吃定這個藥 都化療之後 它們出現分割和嘔吐的情況亦都沒有那麼厲害 如果只是暈但是沒有嘔吐的 又或者是反過來的情況 在簡藥物方面會不會有什麼不同的呢 都會的 有些病人無論什麼原因都好 它可能只是出現分割的情況 又或者只是出現嘔吐的情況 醫生都會就不同的情況 就處方不同的藥物 我們先看看片段 現在鏡頭拍著綠色蓋黃色藥丸這種藥 它只是針對嘔吐這個症狀 成人就可以服用藥丸 如果吞不到藥丸的 例如小朋友 他們是有藥水可以服用的 但要注意一下 不是每個人都適合的 例如2歲以下的小朋友 我們可能會用得比較小心 現在鏡頭拍著這種白色藥丸 它只是針對分割的情況 最主要使用在耳水不平衡的情況之下 其實有很多原因導致病人 只有某一種情況 例如那個人 例如剛才提過的耳水不平衡 又或者是食物中毒 所以導致只是出現嘔吐的情況 但沒有分割 最初我們談論過的 那些同時可以做到指暈 亦都可以做到指藕 但副作用亦都可能會偏多一點 所以都要遷就病人各自的情況 Phoebe剛才有提到副作用 可否說這些藥有沒有什麼副作用 有沒有什麼時候 大家都不適合使用 其實大家對分割和嘔吐的認識 可能都是在腸胃 但其實甚麼令到我們會分割和嘔吐 其實都是我們的中樞神經 其實我們大腦裏面是一個嘔吐的中心 如果我們有毒素侵入的位置 又或者是我們腦部有一些化學物質的不平衡 都可以令到我們是想作嘔 甚至有分割的 當然亦都另外有一些原因 例如我們頭部瘦創 我們中風 或者是服用藥物 或者是酒精類 都可以令到我們有頭暈和作嘔的情況 所以一般這些藥 它們的副作用 都是屬於我們一些叫中樞神經的副作用 例如可以令人紛紛肉碎 可以令人神智不清 或者甚至出現一些比較特別的副作用 例如心臟、心跳、加快、減慢 又或者某些藥物 可以令到我們出現一些疑似帕金順症的症狀 都不定 那這些藥物 其實都是暫時令我們舒服一些 去除了你想吐、想暈的感覺 長遠之外 會不會都需要看醫生 沒錯 剛才都提過 因為頭暈和嘔吐 其實可以有很多原因形成 當然如果我們只是因為一些化學物質不平衡 服用這些藥物 其實短時間之內 我身體自然會排出一些毒素 或者已經可以改善我們的情況 但是如果服用這些藥物 過了一段時間 都未能可以改善這個情況 我們應該要小心 會不會是有一些更加深遠的原因 導致頭暈和嘔吐 有時乘搭長途車的時候 我的朋友都會預先服用這些紫蘭紫鈾的藥物 其實他們這麼早點吃 這個習慣是否正確的 其實都是正確的 因為我們服用的藥物 就不是這裡吃完馬上就會有藥效 因為我們的藥物都要經過我們的胃部 然後去到腸部吸收 吸收然後經過我們的肝臟轉化 然後才達到我們的腦部 所以其實這段時間都要由半小時至一小時不等 所以如果你說我坐車之前半小時開始吃定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時間 其實吃這些藥物還有什麼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其實這一類藥物 由於它都有機會影響到中樞神經的副作用 所以是不適宜和酒精類飲品一起服用的 但是也在這機會可以提一下各位市民 就是如果服用這些藥物 而以知自己有機會是會有頭暈的情況 或者是嘔吐的情況 在搭長途車的時候 如果真的出現這些情況的話 就只需要用清水濕一下口就好 因為如果我們整支水這樣喝 大量這樣喝 其實你忽然間進食很多的 例如流質 或者無論是水分 茶或者甚至果汁也好 其實這個容量都可以刺激到我們的身體 導致我們有反車的效果 所以反而你這頭喝完 還想吐都不定的 所以如果真的出現這樣的徵狀的話 其實只是那支水濕一下濕一下口 寧願一口一口喝得密一點點 那可能還會更加有效 其實這些指紋指紋軟 通常它的效用可以維持多久 我們什麼時候需要 還是不舒服 還是覺得暈要再吃 一般這些藥物 都是每天需要服用三至四次的 即是說你大約可以計算到 可能大約四至六個小時左右 那個藥效 當然我們藥物不是即時到位 它需要可能一至兩個小時才到位 然後兩個小時後又會開始沒有藥效 所以如果真的乘搭長途車 例如乘搭五、六個小時 或者真是半天的車 可能都要服用多過一次都不定 有時一盒那些指紋指紋軟 我們一定不可以吃光 或者一次都吃不光 剩下那些我們應該怎樣存放呢 其實坊間買得到的藥物 都是只要儲存在我們陰涼的地方 不要讓太陽照射到 或者是被迫住 或者潮濕 無論是廁所、廚房 這些都是不適宜廚房藥物的地方 只要放在陰涼的地方乾爽的話 其實藥物是可以放到 它自己的藥盒寫明的過期日子 但有時我們可能是看私家醫生 拿一些藥回來 我們不知道可以擠多久 一般我們建議病人 都不會擠多過半年 今集多謝Phoebe為我們講解 今集時間又夠了 下集再見 Bye Bye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